星电视 社会公器 良心传媒 有你的支持 我们信心更充裕 请我们喝杯茶 星电视 STV 属于大家的平台 欢迎大家订阅星电视频道 时事焦点 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美国星岛中文电台听众朋友 你们好 我是余飞 又回来时事观察的时间 今天就和大家讲一下 阿里巴巴那张百几亿的佛单 迟不迟呢 现在才讲 不迟的 因为我们不是只是在表面说这件事 想挖掘佛单背后的深层意义 之所以要拉阔 拉心来看 只有这样才不会把事件简单化 不会以为只是想整一下马云 或者阿里巴巴这间公司 一切没那么简单 在这里先做一个小小的界定 马云和阿里巴巴的问题 有重叠的地方 但是就不可以画上等号 马云和阿里巴巴应该是分开来看的 一个人 一个公司 阻止蚂蚁金服上市 和开佛单是正规市场监管的问题 马云金服要守金融市场规则 以及阿里巴巴网络零售平台 交了佛单和整改之后就可以继续运作 至于马云日后是否另有故事呢 我们可以密切留意下 早前《蚂蚁金服》那一集 我做过节目的 年结我会附在门尾 总之花时间知道一下 开佛单的大背景和细节 看看中国在发展过程中 有什么短板和不足 而他们又如何解决 面对有问题的新技术企业 有些是容许它破产和倒闭 但有一些 例如阿里巴巴 就要透过监管和协调 令企业和社会 乃至中国的国家治理 都一起向前行 国家治理那方面 在第二节会讲的 希望大家听完第二节 好了 听着朋友 我开始觉得 已经不可以 只是从大框架去讲中国 更何况 最近 是多了很多 从大框架去唱好的视频 我不是只是针对香港的 用普通话讲的这种视频 都多了很多 来源是多方面的 而我的节目 选择深入去看一件事 尽量将它看明白 看透一些 深挖过细节之后才知道 水过鸭背那种 留为知道下 有时 其实是和不知道 没有什么分别的 所以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知之 是知也 是很有智慧的中国古语 以下先简介整件事 2020年12月 即去年底 市场监管总局 依据中国的反垄断法 对阿里巴巴集团 在中国境内的 网络零售平台 被举报 怀疑存在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这件事 立案调查 那份报告 我会附在末尾 大概万几节 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 我要插开讲一笔 就是去年年底 这个时间点 2020年底 蛋壳公寓 这个住宅长租平台 就知今年团列 甚至有人因此自杀 所以事件人需要关注 蛋壳公寓 它还没破产的 据报是调查和整改 节目播出时 还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和变化 我们一起留意下 蛋壳公寓 2019年在美国上市 据财经新闻披露 它的招股书就显示 蚂蚁金服和老虎环球基金都持股 蛋壳公寓虽然是美国上市 但是它长租住宅的业务 市场基本上以中国为主 据报 在去年年底 2020年底 它管理超过40万户房间 累积服务的人数 是超过100万人 我怕部分听众未必知道是什么回事 以下就简介一下 这些以中介人身份出现的平台 它主要是做什么 和有什么问题 这种平台因为它网络技术上有能力 就比传统的地产公司 更加容易撮合业主和租客 这些平台的问题是 它们的目标不止是收取佣金 举个例 它会代人收一整年的租金 再由它们按月去交给业主 即是你给它的是一年租金 但是业主就逐个月 由平台去收租金 于是这些平台 就圈了一笔钱在手上 它们可以用这笔钱 去做一些涉及金融财技的运作 很多都是这样 去年年底 蛋壳公寓就出现资金链断裂 有人交了一年房租 都被业主赶走 因为业主收不到 经蛋壳公寓 转给它的月租 当时部分大城市 已经出现了一些人 上到去蛋壳公寓的办公室 以维权 有位女士还拿着刀上去 而港泛报道的很不幸的消息 在广州有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租客 因为被房东要他立即搬出去 他就在某天凌晨点火烧那家屋 和由18楼跳下去自杀 那名大学生租客 他还没找到工作 他预付给蛋壳公寓那一年租金 是贷款来的 补一句 有部分吸血的房租平台 甚至帮租客去银行办贷款 于是这些平台 保证了自己有业务收入 造成了一单租药 反正将来个租客 他还不到钱 要向银行给利息 是他的事 跟租界平台没关的 事实上 我在2019年前年 读到一些内地新闻 已经揭发这些房租平台 存在一些不对等的吸血关系 有新闻揭发 即是已经被关注 而在去年的年初 即是2020年初 不少中小型 或是没有上市的 地方性的网络租赁平台 都不断传出 资金链断裂的新闻 令不少租客受影响 蛋壳公寓 因为是美国上市 相对来说 是比较大的一家公司 而且又苦主自杀 于是就引起广泛主义 听见朋友 我以上只是举例 总之 协助新技术 或者所谓网络化 而产生的新经济 或者将旧经济 借着网络翻身 他们在2018到2020年间 都出现了比较大的乱象 而对亚里开佛单 是要放在上述这个大背景 去阅读的 好了 以后讲回亚里巴巴了 对亚里巴巴 网络零售平台的调查 是由去年底 2020年12月开始的 查是由2015年到现在的情况 总共是花了四个月时间 去做调查工作 这四个月做过什么呢 市场监管局就去现场检查 调查访问和取证等等 也对其他竞争性的平台 都做调查和取证 因为方便做对照 也做大数据分析 总之经过专家论证 和当事人 阿里巴巴答辩之后 总之是走了一切的程序之后 去到2021年4月6日 由市场监管局按国家规定 正式通知阿里巴巴 犯了反垄断法 讲给他听第几章第几条 同时就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 开出罚单 阿里巴巴不上诉 完全接受处罚 还说会整改 听听朋友 我看完那份报告 看完才知道 阿里巴巴的市场份额 是大大超过五成 就看2015到2019这几年 在中国境内 十家主要网络零售平台服务里面 阿里在那五年内的市场占有份额 分别是86.07% 75.77% 78.51% 75.44% 71.17% 大家听不切不要紧 不用记这些数字 我只是想给个概念大家 即是说总体上 它是占七到八成半的市场份额 另外那一到两成多的市场份额 就由九家主要网络零售平台去瓜分 阿里的市值从2015年年底的1.32万亿元 以下说的都是人民币 增加到2020年12月 去年底是4.12万亿元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用2020年来计算 4.12万亿人民币 即是说是波兰台湾地区的GDP 稍微多过尼尼利亚 比利时这些国家的GDP 大家可想而知有多大 其实美国都出现了一些 真是可以富可敌国 即是比美国更有钱的巨头 这情况美国都有的 听了朋友 令到阿里是被认证 认定是存在垄断的证据 关键是他那个二选一政策 简然之 他是禁止平台上经营的那些店户 在其他竞争性的平台上开店 即是不可以开分店的了 甚至不可以参加 其他平台的促销活动 这种做法有时是明文规定 有时是口头交代 这种二选一不是偶然行为 是正式的公司策略 阿里会将平台上的经营者 分为七个层次 他分别叫做SSKA SKA KA 这样三种 接着就叫做 核腰 腰部 腸尾 底部 这样七个层次 其中 SSKA SKA 和KA 这三级 是他的核心商店 核心经营者 这些说明 禁止他们在其他竞争平台开店 阿里平台会采取很多种奖励 或者是惩罚措施 去保障二选一是真的做到的 不是只有港元 此外 阿里巴巴这间公司 还会制定一个灰名单 是处罚那些 没有手好二选一的店户 好了 在结束第一节之前 我做过少少的总结 向阿里巴巴开罚单 不可以简化为 是整马云 或者是整阿里巴巴这间公司 也都未必和阿里巴巴 外国资本是大股东有关 一切是有没有合法经营的问题 当垄断和圈钱 去到触犯中国法律的程度 即是说 已经是相及民生和社会了 要整治这些不手法的巨头 似乎是早晚的事 其实美国社会都有些产业 它的品牌看起来好像很多样 很千变万化 但是数来数去 原来来自两至三个巨头 那差点是美国社会 整不整治这种情况 好了 跟大家分享一百字 2015年 在18届中央政治局的 其中一次会议中 习近平就发表讲话 他提及 我照读 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社会主义的大前提下 发展市场经济 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 社会主义就是个定语 之所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 有效防范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 读完 今个星期讲的事未完 请大家听完第二节 对亚里系统 以及其他巨头企业 如果不会一棍打死 当中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以及当中在国家治理上面 有什么启示呢 第二节会跟大家长讲 好了 第一节到这里为止 我是鱼飞 别走开啊 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